大家好,我是Rodary,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海外网站世界 最近我发布了无需提现直接使用被保购物的视频,受到广泛关注 今天的视频将为大家更新后续的进展 我的频道专注于海外网站方式的分享,订阅获取更多被保网站项目 好,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我收到的货品 稍后将为大家现场开箱,与大家共同分享海外网站带来的收获与喜悦 话不多说,直接拆包 好,这个是我在Jome网站上面购买的一个蓝牙手柄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拆开包装后它的真容是什么 可以看到这个包装盒呢,这个是外面的一层盒子 好,我们打开里面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首先我们需要核对的一个是 这个商品是不是你购买到的商品 既然咱们是自己辛苦赚得的被保购物 那么务必核对包裹内的物件是否与你下单时网页显示的物件一致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下单的是这个蓝牙手柄 那我收到的这个货品呢,确确实实啊 和这个网页当中显示这个蓝牙手柄是一致的 好,我们从背后这个地方打开 好,今后呢,我也会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好物开箱系列 专门为大家分享啊,使用我推荐的方法 赚取到的费保,购买到的商品啊 进行开箱的一些视频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购买了一个蓝牙手柄 那么因为是蓝牙手柄呢 它是不需要用USB线进行连接的 那么当然它自己附送了一个USB线 我个人估计是用来充电的啊 那这个呢,我虽然是在JOM这种海外购物网站上面进行购物的啊 但是它附送的这个说明书呢 仍然是用中文的啊,仍然是用中文的 那这个应该也是中国制造的 所以说呢,这也是我向大家推荐这个网站的原因 商品拆箱后,务必需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核对啊 这个包装内的内含物件是否与页面上显示一致 好,下面我将这个网页下拉下来啊 我们看到这个卖家说的这个装箱清单中的包含内容啊 package contents 它说到,首先是需要有一个蓝牙手柄啊 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包装内是有蓝牙手柄啊 其次是有一个USB的线啊 然后包含说明书之类的附件啊 那整个的包装内的内含物品与它网页上显示是一致的 好,那么这个之后呢 就是我们来使用这个商品来检查这个商品的质量了啊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已经配对成功了啊 那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买来商品之后一定要使用一下啊 亲自使用一下,看看这个商品有没有问题 如果商品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如果有问题请务必保存一些相关的证据啊 方便你后期的一些售后维权啊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这个是蓝牙手柄啊 蓝牙手柄啊 那可以不需要线啊 不需要线,只需要配对的话 就可以直接来操控这个游戏啊 然后这个USB线呢是用来充电的啊 所以说这个蓝牙手柄还确实是很方便 好,好,好,好